新北市今天的新增個案 創下一個月來的新低 但是面對Delta變種病毒株 新北市長侯友宜不敢大意 也擔心會讓疫情再度升溫 因此早在十天前 他也建議中央真的要全面入境普篩 二十五號中央則宣布 入境都要來做 針對七個國家做篩檢 那侯友宜對此表達肯定 同時也建議中央 應該還要來加速採購 加強版的疫苗超前部署 今天新增本土病例32人 新北市二十五號創下確診處新低 一天新增32人 其中12人更是從居家隔離找出來 傳染風險低 但北農相關案例持續增加 加上五名未知感染源 讓新北市不敢大意 這十一個也就是我們陸陸續續 從北農案子出來以後 所延伸的個案 不明的感染源有五個 其中有兩個還在查證當中 疑似跟萬華地區某工地有關係 新北持續加強廣篩 但印度Delta變種病毒 恐怕入侵台灣社區 何友宜在十天前 就向中央喊話 入境應該全面普篩 但現在國內疫苗第一劑的覆蓋率還不高 侯友宜更希望中央政府能加強採購疫苗 針對這個變種病毒 都有加強版的疫苗的思考 作為最佳的第三劑 我們是不是要部署 趕快對加強版第三劑 侯友宜呼籲不少國家已經在討論 施打第三劑疫苗 若現在不加緊腳步採購 恐怕又得面臨加強版疫苗的短缺問題 記者副展劉瑋晨 新北報導